哈喽,大家好,我是Maggie 最近杨幂演的《爱的二法定律》不是挺火的吗 然后我在隔离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些些 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30家职场女性受歧视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30家职场女性 但是我从事的是工程的角度,并非律师 而且我是在大洋洲工作了十多年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就想跟大家聊一下,然后比较一下 就是跟国内体制有什么区别 首先呢,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杨幂她是一个30家的单身律师 但是为了混上高级合伙人的这个机会 她不得不假装结婚 因为《爱的二法定律》中高级合伙人是需要已婚、已遇 这样子才有这个机会 然后一开始呢,我并不是太理解 为什么就是高级合伙人这个机会非得是已婚、已遇 后面我通过一些别人的评论 然后前后文总结一下才明白说 她把合伙人机会给你 然后如果呢,作为一个年轻单身的女律师突然间决定她要去结婚、生娃、带孩子 然后就占用了这个名额 而不为公司实际上做事情产生效益 然后这个是律所说不想要看到的 然后关于她到底违不违法呢 我在这边是不做讨论的 因为我毕竟不是个律师 就是关于这个未婚、未遇歧视的这件事情呢 我是从中可以体会得到 因为机会嘛 我们当地社会应该是要男女平等对吧 这无形中对未婚、女性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往深的想呢,这并不符合逻辑 房间太暗了,需要给自己打个光 你们才看得见我 怎么就已婚已育的女性可以混上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呢 在三十家这个年纪啊 那你找婚,你大学毕业之后 十岁出头 结了婚,生了孩子 然后再带个也得个五年多,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职场才刚刚开始 那么,咱就是说你五年的时间就能混上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吗 这个在逻辑上面呢 我是万万没想到应该要怎么操作的 那么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 在新西兰呢 是没有这方面的歧视的 对于未婚、未遇的女性 不管你几岁 就算你三十五岁 就算你四十岁 重新回到职场 从零开始 都会给予你这样的机会的 我反而觉得说 限制你往上走的是一个种族的事情 我在这边就不做深入讨论了 因为讨论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如果呢 我们在比较机会的话 对于未婚、未遇、单身女性 或者再加上一个三十家的歧视呢 在国外是没有的 但是 有一点 特别在新西兰吧 新西兰是一个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 土地面积很大 大家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小家庭 举个例子 周末的时候都是陪孩子 陪家人这样子一个 hangout 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 工作上面根据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 多多少少呢 大家都会讨论到 都会聊到自己的家庭 或者周末做了什么 跟家里人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作为一个单身未婚未遇的三十家的女性来说呢 就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这个呢 我是多多少少都有体会的 并不是特别明显吧 你就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接话 甚至人家在说school holiday 你都不知道school holiday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放假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请假 然后说回国内吧 会想说给年轻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去了解了解你自己 你自己到底是比较适合在职场拼杀呢 还是比较适合回归家庭 当家里的闲内住 甚至我们在说全职妈妈 他们都是一个职业 就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合适不合适你自己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从中得到快乐 得到自我价值的一个体现 如果你更倾向于去职场工作的话呢 那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你是否希望是在体制内 还是在体制外这样子的工作环境 因为体制内的话 你可能就是更多保障 然后但是竞争比较大 如果是体制外的话 条条框框会比较少 我认为薪酬也会稍微更高一些 但作为公司是从利益角度出发的话 也不大可能会不去遇到这样子的歧视 所以呢对于年轻女孩子的话呢 在你开始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就应该开始去想一想 接下来的十年甚至十五年 你预计你会做怎么样的事情 可以去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你非得去想出个什么东西来 然后呢我们还是希望说 国家能够在法律上面去约束 这样子一个女性职场被歧视的现象 但是她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并不是说实现不了 但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需要整个社会去推动她 目之所及能够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规划好自己将来的路 然后去思考怎样的工作 才能够实现你的社会价值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